国际大头条带您前进乌俄战场 乌克兰中部城市克里夫洛 在当地时间13号的清晨 又遭到俄国飞弹攻击 至少6人死亡 消息就指出基辅跟其他城市 也同样遭到空袭 另外有消息指出 乌克兰南部卡科夫卡水坝 上个礼拜刚被轰炸 最新消息传出 未在盾内磁克 有一座小型的水坝也被炸毁 遭到俄军轰炸的克里弗洛 位于乌克兰中部 是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的故乡 乌军指导乌克兰领导人的老家 挑衅意味相当浓厚 另外乌方指控俄军摧毁 另外一座位在盾内磁克的小水坝 为的就是要阻止乌军反攻行动 这条河流也是基辅目前 在盾内磁克西部进展最为顺利的路线 至于上个礼拜被破坏的卡科夫卡水坝 现在水库内的水大量外泄 导致水库底下部分的沙洲露出 民众赫然发现有一具遗体 戴着德国纳粹军人的头盔 推测是二战时期的士兵 一场现代的战争间接揭露 历史上另一场战争 让人不禁感叹历史总是一再重演 日本政府预计在今年夏天 要将福岛核电厂的核废水排放到海中 那么东京电力公司已经在昨天 尝试运转废水排放的设施 不过日本排放核废水的决定 过去几个月来是引发邻国 中国和南韩的反弹 尤其是仰赖大海为生的渔民 更是担忧生计会受到影响 遨游在水中采集海菜 对南韩海女来说 大海是生活的一部分 不过随着日本近期 可能就要排放福岛核电厂的核废水 赖以为生的大海是否会被污染 令海女们忧心忡忡 日本原定今年夏天就会排放核废水 东京电力公司在12日 也是运转了核废水的放流设备 虽然日本政府坚称排放的废水 都会经过安全检测 但是邻近的中国和南韩 反弹的声浪都很大 日方不应处于一己私利 而要让国际社会来承担 整个海洋受到污染破坏的 这样一种代价 而在南韩根据民调 85%的民众反对日本排放核废水 不少民众担心海鲜会受到污染 甚至还有人因为担忧海盐 会受到影响开始囤货 让南韩延价两个月来 涨了超过两成 日本尚未排放废水 但是对邻国民生经济的影响 已经开始浮现 如何继续说服国际社会 核废水的安全性 成了当前日本政府的一大课题 欢迎新闻 美国前总统川普成为美国史上第一位被联邦起诉的卸任总统 不过他至今依然是对外喊冤 指控起诉书的内容既虚假又荒谬 还痛批这是一场政治猎物 对此川普任内的司法部长巴尔出面打脸前老板的抗辩 他认为起诉书只要有一半属实 那么川普就完蛋了 同一时间川普的支持者也扬言要以牙还牙 这也让不少人担心暴力活动可能一触即发 大批川粉聚集在川普旗下位于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的一间酒店外 声援即将出庭的川普 我认为川普总统 川普总统 他是一个很巨大的总统 我们有一个很大的经济和平衡 他和所有人都在一起 他现在没有拯救人员 他们正在拯救人员 所以我相信现在如果他回到白室 他会变得更好的总统 而川普遭到起诉的案件也让不少 较为激进的川普支持者群起激愤 除了发起示威行动还扬言要以牙还牙 让部分人士忧心川普在当地实践13日 现身迈阿密联邦法院时 恐怕会引起暴力活动 对此迈阿密市长也表示 已经对可能发生的暴力冲突做好准备 至于川普本人对这起案件的看法 他日前在位于乔治亚州的共和党大会上火力全开了炮轰 从拜登政府以及司法部所提出的起诉书 并抨击当局政府滥权发起这场出入政治动机的猎物行动 只是川普在任时期的司法部长巴尔 却出面打脸了他的前老板 曾是川普政台盟友的巴尔认为川普正面临司法部证据 确凿的起诉而非川普口中的政治猎物 并且指责川普的行为十分不负责任 而川普遭到指控的38项罪名如果都成立 他的总刑期恐怕会达到数十年 让外界十分关切他将会如何应对这场棘手的官司 怀疑新闻视频圈综合报道 现在中国也与沙务地阿拉伯签署了价值近100亿美元的商贸协议 涵盖有新技术可再生能源矿产等领域的合作 但是沙中两国发展伙伴关系恐怕令美国政府越来越不满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才刚结束沙国访问 试图要修复美沙关系 但是最后就连美国媒体都抨击 布林肯此行的成效是相当有限 随着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逐渐扩大 中国与沙务地阿拉伯政府在12日举行的 第10届中阿企业集投资研讨会上 就签订了总额近100亿美元的商贸协议 据中国官方的说法 中国是阿拉伯国家第一大的伙伴国 两国合作关系有更密切的趋势 沙国能源部部长表示 两国能够互补对方的需求 双方新协议的内容涵盖新技术 可再生能源 房地产 矿产 甚至旅游等领域 而沙国投资部长在大会开幕时也宣布 寻求与中国开启一条现代思路 以扩大两国的经济和投资活动 希望美国驻世界各地的外交机构 切实执行布林肯国务卿 不要求任何国家在美中之间 选变站队的承诺 中国先是透过外交手段 促成中东市敌和解 现在又加大于沙国贸易 想要取代美国 成为中东局势领导者的意图 日趋明显 另一方面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才刚结束出访沙污地的行程 试图修复美沙两国关系 却被美国媒体抨击 根本是无意义的举动 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 去年美国总统拜登访沙时 曾威胁沙国如果减产石油 将得自行承担后果 使沙国王除沙尔曼扬言 要让华府尝到重大的经济后果 而布林肯本次出访沙国时 强调美国不会要求任何国家 在美中选边站 招来中国外交部一阵冷嘲热讽 华语新闻 方言之综合报道 先开始先带你来关注重要的国际大事 来看看今天的国际发烧事 首先来关注乌俄相关消息 乌克兰正式展开反攻行动后 当地时间12日宣布 已经收复了东南部前线的7个村庄 加起来的总面积大约是90平方公里 与此同时俄罗斯总统普丁则发表谈话 坦诚俄国正在经历困难时期 此外一名叛逃的俄国士兵 近期也接受英国BBC访问表示 俄军损失惨重 士气低落 欧洲方面新闻 意大利前总理贝鲁斯科尼辞世 享受86岁 他曾经综合意大利政坛数十年 担任过三任总理 却也卷入贪腐指控以及性丑闻 但依旧在政坛屹立不摇 意大利地方教区表示 他的国葬仪式将于当地时间14日 在米兰大教堂举行 再来关心科技业新闻 美国去年10月对中国半导体业 实施出口管制 但给予台积电和南韩三星等公司 取得一年豁免期 华尔街日报报导 现在拜登政府有意延长豁免期 允许这些企业在中国 维持或扩大晶片业务 而不会受到美方限制 最后来关心 菲律宾火山喷发最新消息 位在非国东北部最活跃的麻雍火山 出现异流式喷发 当局已经将喷发警报调高至第三级 代表火山正处于高度不稳定状态 可能在几周内或是几天内 发生更猛烈的喷发 目前距离火山口6公里的地区 已经有超过1万2千多人撤离 华语新闻黄于军综合报导 美国总统拜登原定当地时间12号 要和北约秘书长史托腾伯格会面 不过现在却因为牙痛进行治疗 必须要延后到隔天才举行 那么拜登的孙医师就表示 拜登出现了右下耳前旧齿疼痛的状况之后 马上就医进行局部麻醉的根管治疗 所幸拜登对手术的耐受性相当良好 并没有出现并发症 只有口腔不太舒服 不过由于拜登已经年纪80岁 各界都非常关注他的身体状况 意大利的前总理贝鲁斯科尼 当地时间12号因为肺部感染病逝 享受86岁 贝鲁斯科尼是1994年首次出任的意大利的总理 一共当了三届纵横意大利政坛数十年 不过这几年开始健康恶化 但值得一提的是他逝世之后 旗下的媒体公司股价反而还涨了 路透社指出因为投资人看好未来 失业帝国会开启新格局 身价疑问的媒体大亨 同时也是任期最长的意大利前总理贝鲁斯科尼 当地时间12日 与米兰的圣拉斐尔医院离世 享受86岁 根据外媒报道 贝鲁斯科尼常急患有白血病 近日肺部又遭到感染 病况才会急转直下 而这突如其来的噩耗 也使许多民众惊讶不已 事实上贝鲁斯科尼在踏入政坛之前 就已经靠经营投资商业电视台 跃升为意大利首区一职的富豪 并且凭借庞大的资源 在1990年代正式参政 一共三次出任总理职位 纵横意大利政界超过20年 在许多人眼中贝鲁斯科尼 着实是个传奇人物 而意大利现任总理梅洛尼 也表达了对这位执政伙伴的尊敬 除了梅洛尼以外 美国白宫发言人 以及国务卿布林肯 还有法国总统马克宏和欧盟议会主席 等国际间的重要人物 都已向贝鲁斯科尼的死讯表示哀悼 不过让人意外的是 贝鲁斯科尼的离开 竟然让他旗下的媒体公司MFE 有了意料之外的斩获 12日米兰股市开盘后 MFE的B股一度大涨10.3% 路透社分析这是因为投资人认为 随着贝鲁斯科尼的离去 这家公司可能会开启新的格局 并且使前景更加光明 海域新闻是必须跟综合报道 南韩三星电子 有一名前主管遭到逮捕和起诉 而原因是他涉及窃取公司的设计蓝图 试图在中国复制新建一整座晶片工厂 南韩检方在声明中表示 这起案件非常重大 和过去个别的半导体技术外泄案的犯罪规模 完全无法相提并论 好 根据路透社报道 这名三星前主管被指控在2018到2019年期间 非法获取和使用商业机密 在一家未居民台湾公司的资金支持下 寻求在西安建立一家晶片厂 而这名三星前主管还聘请来自南韩超过200位的晶片专家 更从三星窃走价值超过60亿台币的高价值资料 南韩检方表示 试图复制整个晶片制造工厂的案例是很罕见的 多年来多数智慧财产案例都是集中在挖走重要工程师关键设计或技术来仿造 不过目前三星电子对于这起案件还没有正式的回应 后疫情时代曾经被视为救命稻草的新冠疫苗 现在却开始成为法律攻防焦点 德国疫苗制造商BNT在当地时间12号 因为遭到部分疫苗接种者控告引发不良后遗症 而面临德国国内第一期的新冠疫苗诉讼案 再度让疫苗安全的讨论登上了台面 拜疫苗所赐人类得以抗衡疫情延烧 如今迈入后疫情时代 疫苗却成了争议之物 2020年温室曾经被誉为救命稻草的新冠疫苗 渐渐成为法律焦点 德国疫苗制造商BNT在当地时间12号 遭到部分接种者控告引发不良反应 而开启在德国国内的第一件诉讼案 但因为控方对法官公正性提出质疑 所以庭审被宣布延后 根据法院的资料 一名女性原告在诉状中指出 她在接种BNT疫苗之后出现上半身疼痛 四肢肿症 筋疲力竭 疲劳和睡眠障碍等症状 因此寻求15万欧元 折合新台币496万元的赔偿金 而她的律师也在类似的案件当中 代表另外250人提出诉讼 根据德国审批疫苗的研究所 在德国注射的1.92亿剂疫苗当中 有338,857例出现疑似副作用的病例同胞 其中包括54,879例属于严重不良反应 也让有关疫苗安全的讨论 再次成为国际焦点 环运新闻 邱婉婷 综合报道 关心乌俄战争目前的最新战况 乌克兰在这个月开始发动了大反攻 目前陆续传出捷报 根据乌克兰国防部的声明 截至当地时间12号 乌军是已经沿着南部的扎波罗热 还有东部的盾内磁克前线 收复了7座聚落 重新掌控的领土面积 多达了90平方公里 乌军现在看起来势如破竹 倒是俄罗斯的军队 越来越厌战 有一名俄国的叛逃士兵 就跟BBC透露 俄国军队不知道自己为何而战 也对国防部给出的低薪相当不满 乌克兰士兵摆好资讯 手持国旗 在新占领的小镇前呼喊口号 乌克兰从上周展开的反攻 又传捷报 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马里亚尔 在通行软体Telegram上发文表示 乌克兰已收复了7座村庄 而曹巴赫姆特的战线 推进了250到700公尺 北约秘书长史腾伯格在12日时表示 俄国在乌克兰展开反攻前 有做足防御的准备 所以乌克兰得预期 一场血腥又困难的攻势 俄国总统普丁则一再强调 俄国仍然保持优势 释出乌克兰战车遭悔画面 并继继续发表激励爱国情操的演讲 然而俄国战况或许不像 普丁仕途要包装的一样顺利 据BBC采访的一名叛逃俄军飞官所说 俄国军队内部根本没有人认为 俄国入侵乌克兰是为了保卫国家 而且原本招募时的广告表示 有经验的空军飞官可以拿到 每个月约7万6千元台币的军饷 实际上只有3万3千元 因此俄军内部士气低迷 乌克兰这次反攻 虽然还未见显著进展 但一鼓作气击溃俄军士气的机会仍然存在 华语新闻方一芝综合报道 新美市幼儿园为要争议持续延烧 新美市议会下午举行了专案报告 市长侯友宜也亲自到场直球对决 强调市府绝对没有延误处理 而当初爆料4月就接到了家长通报的 市议员刘美芳 也为自己讲错时事道歉 不过民进党市议员仍然是开炮猛轰 引发了国民党议员不满 现场就变成了蓝绿市议员大战 今天一位并没有邀请我来 我只都来接受议员报告的误学行 新美市长何友宜 亲自上活线到新美市议会专案报告 接受质询 直求对决 跟我们同仁不但一起开会 也透过视讯 掌握整个进度的情绪 到目前为止 基本上大部分的家长 以及小孩子都已经安置房闭 以上台先解释 新美市府绝对没有拖延出力 而当初爆料 4月就有家长打1999通报的议员 也站出来澄清 因为口误而说出了1999 或者是说出了我曾经在4月接收到澄清 所以我在这里先跟市府 还有各位社会大众 鞠躬道歉 即便爆料议员鞠躬道歉 揭示讲错时序 不过民进党市议员 早就忧备而来 5月4号就当天启动了 那为什么家长有通联记录 注意哦 5月22号这个家长打电话 去有通联记录的哦 好好回答 6月22号 5月22号家长打电话 你刚才都没人屁啊 绿营活力全开 侯友宜已不变 硬万变 蓝市议员全力反击 这些民进党的这些 狗官 竟然没有查证 一一的来渲染这件事情 代委三议员 多次在电视上公开的指责我 说我暴毙 你公开 你公开 你辞职 有的话辞职 幼儿园专案报告 变成蓝绿市议员大战 侯友宜再度强调 一定会招出真相 这个案子我们一定要 误往误重 以保护孩子的健康 让家长安心 幼儿园为要案 稍不停 会友宜从记者会到市议会 统统亲自上活线 不让风暴持续扩大 欢迎新闻 张环轩 中央平达 叶韵纳 王毅德 新北采访报道 民进党前副秘书长 林飞凡 才被提名参选 北市第三选区 中山北松山立委选战 却因为担任党内副秘书长时 曾经对性骚案 督导不周 党内质疑 时任妇女部主任 许家田请辞负责 林飞凡 却可以全身而退 而今天 他是临时召开记者会 宣布退选 性平争议 真的是重创民进党形象 民主大联盟提名人选 李正浩 林飞凡 现在双双退选 也不免让人认为 这是民主大联盟的挫败 这段时间经过 审慎的思考 以及和党中央 反复的讨论 我决定退出 2024年 这场立法委员的选举 亲上火线说明 林飞凡抛出震撼弹 宣布退出立委选战 因为性骚风暴 虽然党中央认定 他没有包庇吃案 但质疑的声音 从没听过 作为督导部门的 当初的长官 我仍然应该要以 更高的标准 负起政治责任 强调要扛起政治责任 传出是因为党内不满 性骚案中 许家田请辞 林飞凡却全身而退 被外界批评 是全党就义人 让党内高层决定 劝退林飞凡设下停损点 我希望我的退选 能够让这场性贫运动 不再受到其他政治 口水攻防的干扰 也希望整个社会 能够聚焦在 未来的制度改革 他的道歉 并不是针对事件本身 反而是说 对造成的社会纷扰而道歉 性骚风暴让李正浩 林飞凡 两位民主大联盟提名的 立委参选人双双落马 另外同样有争议的 还有北市大安区 民进党发言人谢佩芬 有意再战 却传出民进党要礼让 社民党议员苗博雅合作 不过过去这四年来 我持续的耕耘 情走基层 一天也不曾离开过 就是希望明年能够代表 民进党再拼一次立委 那我们当然也不可能说 去介入其他政党 要怎么样协调 他们的优秀党员之间 一切的结果 我想等到确定之后 我们就会好好地 来跟大家说明 大安区要提名谁 党中央跟基层还在拔河 民主大联盟 原本要让立委的席次 极大化 如今却争议不断 也让赖清德主席的威信 受到挑战 欢迎讯人游不知 带去台北市 而台北市立文献馆 举办纪录片发表会 特别邀请了历届市长 包括马英九 郝龙斌 柯文哲 以及现任市长蒋万安 等六位市长 一起同台欣赏纪录片 但是立任市长 细处政绩 马英九就说 唯一遗憾的是 大巨蛋没有完成 希望蒋万安 尽快完成大巨蛋 而蒋万安和柯文哲 最近则是因为 悠有卡公司新贵案杠上 两人现场互动 也引发关注 台北市城市发展 一和二年以来的纪录片 建并者兼立任台北市长 出席纪录片发表会 不过光是台上致辞 就有浓浓虎药味 唯一遗憾的 就是大巨蛋 到现在还没有完成 希望将 万安的施政越来越好 并且尽快完成大巨蛋 一棒接一棒 前人规划 甚至承受的苦痛 我们在欢喜 收割的时候 要记得前所做的贡献 一棒一棒收割 是称赞还是暗奉 恐怕只有当事人才知道 而纪录片还是柯文哲市长 任你就做好 就怕国民党历任台北市长 帮柯文哲的政绩背书 今天是不是你的造势大会 大家帮你造势 是柯市府时期 文化局所规划 帮台北市办的一个纪录片 所以我想就是非常单纯 现场座位一左一右 不止距离远 新的距离更远 两人就有卡公司新规案 隔空杠上 柯文哲现任前核定 但又被爆 营运成本增加 获利下降 讲完喊话 有疑虑都要查 柯市长有跟他聊到 悠悠卡新规的问题吗 没有耶 刚刚没有机会 我们要想留下一个 什么样的团结下一代 这是为什么 我们非常强调财政纪律 至此时特别强调财政纪律 但悠悠卡新规案爆出 被国民党议员开栓 是肥猫休息战 而民众党议员反过来 质疑蒋是否是在维科救猴 有没有政治选举考量 恐怕真相只有当事人最清楚 快生吴志恒送紧台北 唱不到 除了我国的动员情况 各国是否开始撤离 也是观察指标 最近就有外媒报道 美国政府正在制定 在台公民撤侨计划 而且近两个月 更加积极准备 但其实之前包括日本 印尼跟菲律宾 都曾经传出政府高层 在制定撤侨方案 不过我国外交部 是否认传闻 学者也认为 现阶段的美中双方 正在努力降温 这撤侨传闻 有点言过其实 中国持续军演 两岸局势剑拔弩张 台海更成为东亚的火药库 两岸情势紧张 最近又传出 美国政府正在制定 在台湾的撤侨计划 而且准备时间 据传超过了半年 根据外媒信实报指出 有美国匿名情报官员 透露政府确实正在 制定在台公民撤离计划 而且最近两个月的时间 准备情况不断升温 但白宫国安会否认传闻 外交部也赶紧澄清 经过外交部 一一的确认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有在演练台湾撤侨 就是没有这件事情 尽管外交部否认 但过去早有类似传闻 像是日本印尼跟菲律宾 都传出政府高层 正在制定撤侨方案 美国AIT也曾在3月 发出地震简讯 提醒公民做好撤离准备 甚至在5月传出 美方要求国军汉广演习 要演练开辟空中狼道 此时又传出 美方制定撤侨计划 似乎代表世界各国 其实都对台海局势 感到忧心 美方的官员 最近也很强调 认为说两岸之间要保持 维持所谓的互动 交流跟对话 美中之间的关系是朝向 稍微是降温的方向前进 而撤侨的一些揣次或传闻 我觉得目前来说 可能还是言过其实的 学者分析 目前美中关系稍微趋缓 而各国对于撤侨计划 平时就呼吁要做好 灾害应变准备 不论是否真的会爆发冲突 台美双方都得提前因应 欢迎新闻 林博焊李鼎强 台北采访报道 投资诈骗案件层出不穷 澳丰基金境外吸金千亿 成为台湾史上最大金融诈骗案 13家上市贵公司采雷 国内受害者甚至多达1.3万人 其中也不乏政商名流 连相关金融产品发行公司 也爆出了庞氏骗局 这种号称 每个月保本 又能拿回12%高配息 到最后都是两头空 上百万元的存款 也可能一夕写本无归 每年有12%的配息 而且绝对保本 他就跟我讲说 我绝对是被骗了 上百万存款 一夕之间就化为乌有 万万没想到 却是踏入投资骗局 房产YouTuber安娜青天霹雳 把遭遇诈骗的经历 拍成影片 因为我觉得怎么可能被骗 其实这样的投资诈骗 层出不穷 被骗多少 骗四五十万吧 因为已经找很多资料给他看 他还是比较相信诈骗集团 现在诈骗很多 所以那我们报酬很高的 基本上都是有问题的嘛 主要是海外 因为你也不知道他拿去做什么用 然后你也不知道他的 主要投资标题是什么 就是这种主打海外套利基金 强调保本 又能领12%的高配息 头几个月都能稳定拿到钱 之后不只找不到经理人 连原本的投资APP也打不开 其实凹峰旗下的基金诈骗案 国内受害者就多达1.3万人 这类型的庞氏骗局策划出的投资案 主打高报酬率的商品 利用吸收新的投资人加入 或是投入更多资金来支付报酬 等到投资人一窝蜂投入金额 就捐款消失无踪 如果每年都能配10% 我5年就拿回一半 会一开始上钩是因为他的收益率很高 但是你会投那么多 是因为他很稳定 那很稳定了之后 就越来越多人就认为说 他就是个很稳定的产品 基能保本又高配息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投资前一定要停看听 欢迎新闻林伟旭 邱子玲台北报导 另外美国西岸的连锁知名汉堡店 也是到美西旅游必吃的汉堡霸主 今天是限时来台快闪一天 只限时开卖4个小时 贩售3款汉堡 距离上一次来台湾快闪 已经是5年前了 这一次登台消息曝光 也是一大早就涌入大批排队人潮 有民众翘班翘课 就是要来吃 双则牛肉双层熔盐起司 分量超足用料不手软 但想吃这跨海来的美国味 看运气够不够 美国知名连锁汉堡店来台快闪13号 限时一天快闪店 然后会谁都没有拿到手牌 就其实先不用排队咯 手脚慢一步就无缘吃到汉堡 因为限量开卖食材备料只有600个 每人最多限购两个 三款汉堡让你点 我们在网络上看到的 对对对 IG有人分享 应该是滑了算啊 跟台湾的比差很多 分量分量比较大 比较 看起来比较好吃 好像就值得啊 排到的买到的很幸运 还有民众在现场直接开吃 省下美国来回机票 就能大口品尝 红透全球美国西岸 必吃汉堡 快转无知恒 宋志宁台北仓道 美国知名汉堡品牌 英恩奥快闪登台 很多刀客排队都吃不到 这让国内再度掀起了 美式汉堡热潮 曾经获选为全亚洲前50名 最好吃汉堡 饶舌歌手寿子的美式汉堡店 今天下午也涌入人潮 业绩增加三成 还有以花生酱牛肉堡 闻名的松山区汉堡店 甚至艺人杨晨霖最爱的 东京美式汉堡 都让涛客赞不绝口 手打牛肉排鲜嫩多汁 在煎台上滋滋作响 香气口感油脂 全都100分 一旁面包煎得香脆 加上起司番茄爽口蔬菜 押上经典胡子图案 2019年入选全亚洲前50名 最好吃汉堡 不只台湾人老外港澳 偷客都很爱 今天想要吃一间 从美国开过来的那个汉堡 然后就吃不到 所以就来吃这一间 跟台湾的那种普通汉堡店 都不太一样 就是很有美式风格特色 我觉得可能跟英恩号很像 虽然今天没有拍到 吃不到美国汉堡in and out 陶客盘点口袋名单 全涌入饶舌歌手瘦子的 美式汉堡店Burger&Co 我觉得是肉 很汁 面包 酱 肉 就差 就是不同层级 可以吃得出来 它的食材蛮新鲜的 而且摇起来的时候 蛮清爽多汁 今天一根鸡大概比平常多了 三层水肉 我看今天蛮多人都是 都有去排 然后没排到去过来吃的 客人蛮多人说蛮像 百分之百手工绞肉鲜嫩多汁 素食店根本不能比 还有艺人杨成林最爱的 Everywhere 东区美式汉堡 酸滑瓜混酱 腌生番茄酱 口味多 网路爆红的Big Els Burgers 特制酱料挑动味蕾 最经典花生酱牛肉堡创始店 Bravo Burger 还有竹炭面包皮 黑椒汉堡 在四大附近的13多个 蛮便宜好吃 新鲜肉质特条酱汁酥脆薄皮 美式汉堡讲究起来费时费工 也难怪让台湾桃客爱不释手 欢迎新的送局白飞台北报导 而端午节要到了 现在不止有南北粽可以吃 还可以来点不一样的 台南就由业者大搞创意 结合海味把道地的火烧虾 包入粽子里鲜味满满 甚至还有业者肉粽主角是一整块的 黑鲑鱼生鱼片 没预定还吃不到 至于客家人在端午节独有的手工制作版粽 也是不少韬客最爱 被油锅煎到滋滋作响 双面上色的火烧虾 让了看得不经口水直流 端午节将至有业者发挥创意 结合出了台南特有的火烧虾粽 想要尝鲜一下 因为每年都是端午节都吃同样的粽子啊 火烧虾就是将军这边盛产的 那我会想说去尝试看看 既然它的辛香料这么明显 口感这么好 那不如放进去肉粽 取代一下往年吃肉粽的那种习惯性 看看有没有独特的风味 外表看似平凡 但里头尝了惊喜 三只火烧虾配上卤猪肉 和整朵香菇提味 海鹿自味一口就有双重享受 出其交的还有这一味 现切的黑鱼鱼 油滑肥美整块包进肉粽内 配上独门卤肉黑鱼粽 一颗120元没预定还吃不到 至于客家人眼中的端午节 叫做五月节一定得吃这个 真的只有客家人才有 其他人不会做 传统客家味家乡版粽 用蓬莱米和糯米 在一定比例下混合研磨制作 让板皮更有弹性 纯手工制作包入半炒过后的虾米 猪肉 萝卜干等配料 完全不能偷工减料 用的还是月桂叶珍煮 香气特殊 米食的传承 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讲 我很欣慰也很安慰 用美食过一个不一样的端午节 从传统客家味到新鲜海味 统统认你选 环宇新闻成年魏 陈明晏李若彤 在台南桃园的采访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 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即使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